救援緊急時刻最常使用的就是心肺復蘇素CPR 而近期內在各大公共場所中都能看見傻瓜電擊器AED的設置 而南投縣消防局草屯分隊就與草屯鎮中三里結合 宣導AED的使用方式與技巧 先議員石慶隆也肯定這次的宣導活動 可以讓意外發生時的死亡率降低 今天參與的這些鄉親 大家能夠了解重大疾病 然後突然會停止的話 那要怎麼樣來施救 我想這個不一定天天都會發生 但是一旦發生的話 不管是我們的親友也好 或是周遭的我們年紀甚至路人 也發生這樣的狀況的話 我們有這樣的技能跟知識的話 就能夠馬上來救人 我想救人一命啊 勝過萬籍的佛陀 這個部分啊 我們感謝我們消防局也能夠前來 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先議員檢景賢肯定草屯分隊的用心 也希望現場的民眾可以學取CPR與AED的專業知識 終身受益無窮 我們非常感謝消防局 炒屯分隊也非常熱烈來參與 包括我們CPR與AED 心臟的這個 可以說如何使用 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急救是幾乎很重要的這個三分鐘 這拿起來的時候我都受益無窮 我們也很希望這個可以推廣到任何每一個人 包括我們在國中小的時候就要開始學會 讓他們永遠記住的時候 我相信一生就不會忘 而且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別人 希望透過官方的宣導下 可以達到全民皆知CPR與AED的知識 也降低意外發生時人員的死亡率 記者利用盛草屯採訪報導